郭sir先解答吴先生的email问题 他想问你编号1157的中联重科 他说在10.9已经入货 出了业绩 问你前景方面又是怎样看 最新股价表现去到11.58 暂时升风挨近2% 这一只怎样看 业绩当然是理想 赚了80.6600万增长72% 接近73% 以每个1.05元的顺利来说 伸值大概是用心算 1.25元左右 相对现价来说 估值不算高 我认为9倍接近10倍的市盈率 我自己觉得 如果有中线部署 暂时辞行先 因为由2月份开始 股价走势一直是整固的 即是在10.05到大概12.5元之间 这2元走上走落 现在这一分钟 暂时来说 都是在这个波幅之内 简单来说 不跌穿10.05 问题都不知 不是那么大 一日未突破12.5元 老实说 有波幅 没有胜幅 有反弹没有大声 相对7元8元上来 现在是一个高台来的 但他一直咬着11.58 是不肯向下走的 严格来说 暂时来说 初步的阻力是12元 过得到的话 轻轻往上12.5元 技术上来说 要定止站位 就比较难定些 因为你买入价 相对现在来说 都是差不多 唯一要紧记的是 11.1元 这个是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最好不要跌穿下去 跌穿下去 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一跌穿的话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会退守到10.04.4元 即是10.05元 这点你要留意 谢谢吴先生你的email 下一位家庭观众在旁边 何小姐 两位小姐 郭sir 你好 我想问那只2005 那只1.51买的 有没有买贵度 以及目标价是多少 好 那你入的价都很近现价 李均国际 編入2005 最新到1.52 暂时在升一线 这只怎样的部署 郭sir 上个月发了个刑警 预期年度的业绩 可能会出现建雄 发出刑警 情况比较差 不过不要紧 股价始终来说 都是咬着高台的 不过你现在现价买到 我想你是纯粹属于 技术上的短炒 那你就要留意 相对7毫多 8毫多指上来 已经升了一倍 你看图线 大家理性点去看 这些升势 有8毫多指 一个箱底 8毫升到1.59最高 升了一倍 再说多次 已经升了一倍 你1.59买 即是现价买 你要紧记 过四银钱的指示位 一旦跌穿过四 如果纯粹短炒 老老实实 你给了去算数 或者减磅 初步的目标 或者助力 暂时来说 都是1.59 技术上来说 相对1元 或者过一个月 你是买高了 因为它升到现在的水平 是属于一个高台 最重要是 不要跌穿过四 握得少就没相关 握得多 老实说 金睛火眼盯得全 我希望能够升上1.59 让你考虑回吐 不过这一分钟 暂时来说 范围是等变 紧守一个四人千的支持 最好千万不要有失 何小姐 有没有其他要补充 没有了 谢谢你 好 谢谢你电话 下一位家庭观众 邱小姐 是的 范围小姐好 你好 你好 我问坤能能源 我没有货 想回到什么位置 才能入货 好 未有货 都是想着短暂 是吧 刚才没有受惠 长点OK 好 135 坤能能源最新去到13.7 暂时跌1毫 这只未有货 刚刚发了刑警 预期去年的盈利会大幅度增加 如果你有中线持有的心态 就最好了 暂时来说 初步的阻力是13.86 这是一个星期来或者一个月来的高位 如果成功突破的话 技术上来说 可以有机会试一试一试 一年来的高位14.5 这也是暂时的上网目标 这一阵应该是由一月份阻止的水平 大概是11元阻止起步 来到现在其实不是涨很多 相对来说 其他股份来说 有些涨了50、60、70% 但他只涨了20多% 但要留意 12.9的防守性和支持 因为这个也是刚刚十天线的所在 也是一个星期来的低位 不跌穿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如果跌穿了 下一个技术上的支持位 是会退守到12.36 或者12.5左右的水平 未买的又想去买的话 我认为会退下一点 未必会跌得太多 因为始终来说 要发出一个营起 所以我觉得有些资金先行偷步买 不过要买就早买 你千万不要去到业绩的时间 公布了真的升得比较多 你才买下去 因为股份如果升在前 业绩公布就算比较好 刺激也不会太大 这一分钟稍等等先 如果有机会下几毫子的话 就分两柱去买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我建议就不要断炒 应该中线持有 好 那邮小姐有没有其他东西 可以问 什么时候公布业绩呢 3月29日 3月29日 你不要去到3月28日 你自己看远时间 OK 麻烦 麻烦了 邮小姐 之后和郭sir 不如也看看出了业绩的股份 跟你谈谈就是西部水泥 編号2233 最新股价表现跌超过4% 暂时到1.59 主席 西部水泥的主席 亦都在记者会说了 关于水泥价格方面 去年也是比较波动 但未来这一年 它的平均价格仍然会比较波动 不过来说 整体而言 他会预计这个平均的价格 亦都会按着有个上升趋势 但反而要回到去年的3月或者4月的水平 就要看回到时的市况 问一下郭sir的意见 西部水泥这种你怎样看 基建的拖慢 令到水泥的需求都是放慢 以及面对同行的竞争 其实他卖水泥的价格 都有下压的压力在 看看业绩 六亿六千二百万人民币 跌了28.4% 跌幅其实都比较明显 看看每股盈利大概是15.5分人民币 我就当你大概应该是豪八岛 其实派息算是慷慨 一毫四千二人民币 撇除了这点来说 其实现价来说的估值 我觉得就不算很贵 因为大概我想都是 九倍多些或者八倍多的市盈率 估值是吸引的 不过始终技术上的走势 就会比较差一点 尤其是近日来说 在高台上好像渐渐形成一个下降三角形态 这个下降三角形态一天未能改善 股价可能会进一步下市过四的支持 所谓改善意识 股价一定要抽上过百或过百流上 你才整个图形成一个底 两个底三个底 连同这个形成一个短期上升三角形态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个下降轨和上升轨 组成为敏感三角形态 已经到关键时 到底跌穿还是升破 其实都比较关键 我自己觉得 如果不是太高握下去 其实是不相关的 因为水泥的板块 我自己个人 我始终还是看好一点 尤其是700到800元到保障症住房 当然保障症住房在华南一大 或者大城市兴建 难道你从陕西那边找些水泥过来 是不会的 不过陕西那边的基建 如果真的发展步伐拖慢了 就会令到当地水泥的需求会放慢 这对西部水泥来说 可能就会比较负面 所以解释得到 为什么很多水泥的市盈率 都相对比较高 如果你看看好像是 例如是 安徽口拿水泥 现在市场比较17倍的市盈率 华润水泥 现在比较9倍多的市盈率 甚至乎3323都比较13倍的市盈率 但西部水泥市场比较保守 如果弱模来说 大概是单位数字的市盈率 6倍甚至乎7倍都不到 可能就是这个因素 令到一些机构性投资者 对他的看法都比较保守 不介意的可以中线持有 不过暂时来说 我觉得势头可能会进一步 下市1.41 要买的话 我都认为稍等等无法 好 都跟进一种水泥股的表现 这节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另一位分析员 在这里讲解 今天全日港股的表现